你知道過度放大自己的成就 很容易對我們人生帶來負面的影響嗎 歡迎收看維他命師 施以諾的心靈維他命 有一個故事說到有一位國王 他有一次非常低調的出巡 結果在經過一個小鎮的時候 他的鞋忽然壞了 就去鎮上一個休鞋的人家 請那個鞋匠來幫他休鞋 一個小鎮突然來了一個國王 大家都覺得非常的驚喜 那個休鞋的鞋匠 把國王的鞋給修好了這件事情 也讓那個休鞋的鞋匠 在鎮上的名氣被傳開來了 大家都覺得這個鞋匠 頓時之間 從一個默默無名的人 變成一個大名人 那個鞋匠當然也非常的得意 從此以後 他就在他的那個店的招牌外面 掛了一個小牌子 上面寫什麼呢 寫專修王公貴族的鞋 但是一個小鎮 哪來那麼多的王公貴族 會平白的經過呢 久而久之 上店給他休鞋的人 越來越少 他的技術也越來越生疏 慢慢的他的收入越來越少 技術也越來越退步 後來有一天他很後悔 他就把那塊牌子 把它給撤下來 但是損害已經造成了 那他再也沒有辦法回復到他過去 那個鞋墊的一個光景 我非常喜歡這個故事 在這個故事裡面 那個鞋匠修鞋技術高不高明 當然高明 能夠把國王的鞋給修好 光不光彩 當然光彩 但是他過度放大自己的成就 無形當中為他帶來 非常負面的一些影響 實際上有一句話講得非常好 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要看得合乎中道 我們每一個人一不小心 都會放大自己的成就 但是好不好 讓我們一起學習 虛心看待自己的專長 虛心看待自己專長以外的人事物 不要過度放大自己的成就 我們的人生才能夠越來越進步 才能夠越來越美好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成就 每一個人成就的面向都不太一樣 但是要特別記得 千萬不要去放大我們自己的成就 親愛的朋友請相信我 當我們去放大自己的成就的時候 所有我們帶來的恐怕會是一場悲劇 是以諾的心靈維他命 天天都給你 最早就知道了 快點兒 快點兒